大家好,我是香港妇女中心协会来过中心的Pay Group导师LinLin 我们都明白今时今日的疫情下,家长和小孩在家有时很满,又不知道做什么好 所以我们妇女中心就会推出一些短片,让家长和小孩在这个疫情下,在家都可以继续一起去学习 好了,让我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要做什么用品 首先,我们要4-5枝签,我们要预备4种水果,我今天选择了香蕉,士多啤梨,苹果,蓝莓 还要一把胶刀和一块板,让小孩切东西,可以用胶板也可以 我们今天就和小孩一起做水果串 在小孩吃水果之外,我们还可以和他做一些小手机的训练 好,我现在又邀请我的小帮手,千千来帮忙 好了,首先,我们有一种水果,就是香蕉 我建议家长可以选香蕉,因为比较容易切 小孩,我们可以邀请家长先帮他撕开头 然后可以让小孩自己试一下去撕其他 因为千千比较小,所以也要帮一帮他 好了,撕,預備,再撕,撕,撕 好了,撕完之后,我们可以拿一点点出来 就请他们帮忙切开一块块,然后就可以用来做水果串 好,我们可以教他们一只手拿着香蕉 另一只手拿着刀,好了,切下去,预备 切,好,再来,再来过了,預備,切,好了 家长选择膠刀可以选择蜂蜂的厚 让他们更安全 切完之后,我们又可以把它放在一边 OK,先放在这里,稍后再吃 好,切完之后 好,接着我们就可以把刀和板放在一边 接着我们就可以开始用竹签 今次我选择水果有大有小 小是辣妹,比较小 因为我可以试试给他们分裂手眼协条 香蕉的软度融合切,也可以选择香蕉 还有选择苹果和士多啤梨 我们可以请千千试试试把水果刀到竹签上 預備,刀,刀下去,起,哇 如果他们可以自己做到的话 就可以试试自己刀 接着再来,士多啤梨 拿着,刀,刀,起,刀,起 因为香蕉比较柔軟 所以我都会放在长一点的地方 放高一点才让他们刀下去 那就不会跌到下面 好,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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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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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小朋友可以试试自己刀 可用,刀,刀,拿着 刀,刀,刀,刀 因为切刀比较小 所以我也要帮他 其他小朋友可以自己做到 就试试自己刀 握,哇 好,我们完成了第一个水果刀 拿着 好,我们可以做三至四条 变成了我们可以和家人一起吃 好了我们再做一个好吗 好 我们就做完今天的水果串了 你帮妈妈拿着 拿着 拿着 好 好 好了 如果家长你们有什么问题 或者疑问都可以在这里留言告诉我们 最重要是如果你们觉得这些活动的短片 都适合你们和小朋友 欢迎你们可以邀请多些朋友仔 一起去看我们这个频道 好了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